老话说 红烧鱼头本性脏 煮的没有烤的香 但用红烧粉露出的芬条 再干保存了去里面 水吃水滴 都能吃上正常的酸辣粉和蚂蚁上树 你是吃的都没装的多 我就不装两块 跟你弄的蚂蚁上树嘛 不要烂烂分点哈 你说得出来区别我就跟你弄 肉馍芬条和蚂蚁上树 到底有什么区别 很多朋友傻傻的分不起 然后把这个红烧粉也来 粉必须选用正宗的红烧粉调 不能用粉丝哦 先用温水泡10个小时 俗话说 做饭男人靠得住 尤其蚂蚁人上树 蚂蚁上树是咱们四川的名称 肉必须选用三倍七重的前夹的粉 先剁成不粗不细的肉馍呗 切记太胖的上不了树 泡发的红薯粉先捞一下水 撑透明状态 撑热加一圈酱油上色 少许的适用油防止粘连 宜宾牙蚁就是传说中的蚂蚁 缺了就烧一份地道 必须先用小火煸出香味和白酒 热锅粮油加油膜 炒三后加酱蒜米 披鲜豆瓣和备好的鸭鸭 仅需一点点酱油调色 不需添加外外的调料 红凉 鲜香 香辣 一起合成 喜欢的朋友赶紧来哈 你的蚂蚁有点小的 蚂蚁太肥了上不了树 幸好我不肥 我去打个赞去的 你最喜欢吃的 少年了你喜欢 有没有找个人喜欢吃 我来看你吃 我喜欢烤红烧 哇 还烤红烧啊 我再加开了 它炸红烧的烤的香的很 你不要搁八个钟钟了 你不要搁八个钟钟了 YouTube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周小和 这是我YouTube的唯一账号 请大家支持订阅我的频道 点赞分享我的视频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最新消息了 谢谢大家 我不会